活不过八十岁的老人,大多在六十岁做过这七件事,希望你一件也没做过,小区里有两位老人对上了话,一位是八十岁的老人,一位是六十岁的老人们,六十岁的老人感慨,哎,我现在的身体很差了,糖尿病,高血压,关心病,一个都不少,而且现在糖尿病还产生了并发症,肾脏都不好了, 你看我现在眼睛,腿都是肿的,我呀,这半年的时间里已经住了三次院了,八十岁的老人则说,我身体还好,一个月前,儿子才带我去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查,没有一点问题,我胃静,长静都做了呢,六十岁老人目瞪口呆,然后竖起了大拇指,你都八十岁了,还能坐胃长静了,你老人家身体是真好, 说说看,你到底都有什么秘诀啊,我哪有什么秘诀啊,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特别简单,吃得简单,用得简单,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,一天的习惯都很简单,就这么简单吗? 六十岁的老人更困惑了,八十岁老人很郑重地说,真的,就这么简单,看似简单的事情,其实却蕴藏着深厚的哲理,不要把长寿看成一件多么高大上的事情, 作为医生,要提醒大家的是,活不过八十岁的老人,大多在六十岁做过这七件事,希望你一件也没做过,第一,到了六十岁,依然在熬夜,早睡早起,这是最简单的作息习惯,习惯早睡的人,肯定在睡前不会干什么复杂的事情, 到了六十岁,如果你依然在熬夜看电视,玩手机,玩游戏,刷朋友圈,与人聊天,那么,你睡前做的事情实在太复杂了,长期熬夜,要想长寿,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, 第二,到了六十岁,一日三餐依然不规律,一日三餐其实很简单,做到有营养,有规律就行,可是看似简单的事情,很多人却搞得很复杂, 有的人,非要搞反的,一日三餐不规律,或是总是把食物弄得很复杂,比如用高盐去腌制食物,熏制食物,非要去烧烤食物,油炸食物,殊不知,饮食复杂化了,疾病也来了, 第三,到了六十岁,依然酗酒和碳酸饮料,水是最简单的饮料,如果你爱喝水,你的生活很简单,你也会很健康, 很多人不爱吃水这么简单的饮料,他们要喝的东西就特别复杂了,比如爱喝糖分很高的碳酸饮料,爱饮酒,碳酸饮料会增加糖尿病的发病风险, 饮酒则会增加肝癌,胰癌,胃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病率, 第四,到了六十岁,依然吸烟,做人要简单,不要有任何不良嗜好,如果你爱吸烟,那么就是强行给自己增加了一个不良嗜好,吸烟不仅会花很多多余的钱, 更糟糕的是,吸烟还会损伤健康,我国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是肺癌,为什么会这么高,就是因为烟, 第五,到了六十岁,依然在嚼槟榔,嚼槟榔实在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,长期嚼槟榔对口腔的健康很不好, 不仅容易导致口腔炎,牙齿磨损,还容易诱发口腔癌,第六,到了六十岁,依然不愿意动,生命在于运动, 年龄大了,不需要做什么高强度的复杂的运动,简单的走路就可以了,遗憾的是连最简单的运动,很多老人都不愿意做, 第七,到了六十岁,依然不愿意读书看报,到了六十岁,不需要你搞多么复杂的艺术修养, 简简单单,读个书看个报就可以了,读书是学习的过程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 学习能让大脑一直保持活跃,不会让大脑变得迟钝,看报则有助于你了解天下知识,会让你胸怀世界,看得更宽广, 同时,中老年人想要身康体健,别不舍得吃,应多吃四款高锡食物,助力健康好身体, 一,蛋类,蛋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氨基酸,也是必不可缺的食物之一, 例如鸡蛋,鸭蛋,鸩纯蛋,鹅蛋等,据数据显示,每100克鹅蛋中含有33.6微克锡元素, 且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曾指出每人每天要进食200克动物性食品, 用来满足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物质,常见的做法有蒸蛋,番茄炒蛋等,美味又健康。 二,豆腐,豆腐是人们四季常吃的食物之一,除了做法丰富多样外, 还内含一定的膳食纤维,对健康有一定的益处, 其中每100克豆腐中含有17.4微克的锡,且口感软糯,脂肪含量较低, 非常适宜肠胃较虚弱的中老年人食用,在烹饪方式上还非常多样, 有炖、煮、蒸等,常见的做法有小葱拌豆腐、红烧豆腐等,色香味俱全。 三,水产品,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一直是我国人们的传统习惯, 而在沿海地区,像一些鱼类、虾肉等海鲜更是隔三差五都要吃上一次, 不但含有丰富的锡元素,还具有大量的优质蛋白质。 中老年人适当食用,可以在享受美味的同时, 获取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。 常见的做法有红烧鱼、清蒸鲁鱼等,鲜香十足,还低脂低卡, 减少对肠胃造成的负担。 四,纳豆。 众所周知,岛国人们常吃纳豆食物, 虽然看似粘粘糊糊,没有食欲, 却有长寿菜的美称,纳豆中含有较多的的有益菌。 经常吃对健康有一定的益处。 且据调查发现,长寿的人体内所含有益菌可达70%以上, 因此身体越趋近健康,体内的菌群种类也越多。 所以,中老年人可适当摄入。 常见的做法有,搭配米饭、酱油等直接食用。 人上了年纪,身体机能逐渐减弱。 想要有个好体格,必须从饮食上多做功课。 不管怎样节省,在吃上都不能亏待了自己。 很多中老年人舍不得给自己花钱。 成天只知道吃蔬菜和剩菜,但您要知道,身体健康了。 生活能自理,不用请保姆,也不会拖累子女。 这比什么都强。 生活中,中老年人除了要保持饮食均衡外, 还不要过于节俭。 冬季寒冷干燥,更应该多添衣物, 避免对健康造成二次伤害, 且相对于他人来说,属于弱势群体。 因此,作为子女要多注意中老年人的心理变化, 给予一定的关心和呵护, 保护好他们的心理健康。 身心舒畅,安阳晚年。